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们行事为人就当如光明的儿女 其实你听到这句话说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是光明的儿女 其实你大概在中文中你可能会有两个理解的印象 第一个你是把光明的当作一个形容词 我们是怎么样的儿女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 我们是光明的儿女 我们是光明的一群人 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是光明的人 当你这么去理解的时候 你明白一件事 光明好像首先是形容你的 对吧 我是光明的儿女 光明是首先来形容我的 但是呢第二个理解 你是光明的儿女 就是你是某某人的儿女 你是光明的儿女 明白这意思吗 你的爸爸叫光明 你是光明的儿女 光明是首先来形容神的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在他毫无不义 所以这个地方的好像光明的儿女 这个光明是位格化的 是指到上帝 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是从光明所生的 你们是光明生出来的 这是在讲到基督徒的得救 这是在讲到基督徒的称义 这是在讲到我们的生命的地位 他不是在形容 他首先不是在形容 我们这帮儿女的神才是怎样的 我们的风采是怎样的 我们被形容为光明的 他首先是在讲到 我们的生命地位 我们是谁生的 我们是上帝生的 我们是基督所生的 我们是圣灵所生的 我们是光明生的 光明生的就是光明 黑暗生的呢 就是黑暗 这是在 不是首先不是在讲 你要怎么做 首先是在讲呢 你是谁 所以呢这一段里面呢 就有两个 第一叫做 你们是光明所生的 光明所生的儿女 然后第二个呢 光明所结的果子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什么 良善 正义 公义和 什么 诚实 就是真 就是真理 其实这个地方的良善呢 在圣经当中 也可以指到 他特别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慷慨 你明白吗 当你说诚实 或者说慷慨的时候 他是指到呢 你在这座城邦当中 你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人很好 什么叫做 那个人太好了 什么叫做 那个人太好了呢 就是那个人对别人太好了 对吧 就是那个人很慷慨 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然后说这个人太好了 这个时候慷慨跟良善 就是同一件的事情 良善就是指到 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 而那个的态度 可以用什么 慷慨来形容 所以呢 提姆特坎勒牧师 有一本书 讲到 讲到一个正直的公民 讲到基督徒的一个形式为人 要呈现出一个 上帝的城邦当中的公民的责任 叫做慷慨的正义 叫做慷慨的正义 贝利比书三章二十节那里呢 有一个非常更直接的表达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那里翻译成国民 就是这个形式为人的 名词的形态 其实这个字就是 政治political的一个来源 我们却是天上的公民 我们是活在地上的 天上的公民 我们的一举一动 要代表那个天上的国家 和那个国家的君王 在这样子的一个意义上 当保罗说 你们行事为人的意思 有点像一个国家的外交官 中国古代的外交官 叫做 他是不是手上要拿个东西 慈节出死 你们慈节出死 要好像要代表 耶稣基督的那个国 你们慈节行死 在春心路上走来走去 对不对 就是要显明你们是 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你们的一切的作为 要与那暧昧的 属于这个世界的分开 让人识别出来 你们是大使 你们是来自 另一个国家的使者